大家好,今天我蒸了一锅萝卜素包子 哥哥洁白松软,好吃不油腻,一起来做吧 先来准备400克面粉,加入4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220毫升温水,搅成絮状 搅匀以后,下手揉成团 揉成光滑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上保鲜袋,形发至两倍大 锅里加水,下入一把粉条,开大火煮开 水开以后关火,焖10分钟 接下来准备一根白萝卜,约3斤左右,把它搭成丝 加入适量盐,抓拌均匀,腌出水分 浸泡好的粉条,控水捞出,冲凉 切成小段 装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老抽,搅拌均匀,给它上色 再加入少许油,防止粘连 看一下腌好的萝卜,已经出了很多水 断干水分 放在案板上,用刀剁碎 装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入盐,鸡精,五香粉,胡椒粉,生抽,蚝油 最后加入腌好的粉条 搅拌均匀,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放一旁备用 看一下饧发好的面团,里面都是这样的蜂窝组织 在揉面垫上撒一些干面粉防粘 取出面团,揉搓排气 收成醒发前的状态即可 先把它分成两份 然后分别搓长搓细 分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撒一层干面粉,防止切口粘连 切面朝上,全部团圆按扁 擀成边缘薄中间和的面皮 取一张面皮,中间放入馅料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包起来 全部做好后,放入温水锅里,二次醒发 醒发至1.5倍大,按压非常有弹心,开火 水开即时蒸15分钟,焖2分钟出锅 这样我们的萝卜素包子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洁白透亮,特别鲜软 掰开看一下,外皮特别薄 馅料又香又软,好吃不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 质量入红色